我們最後在簡報第七頁這邊跟大家介紹一個Dicto的剪貼簿加強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一下剪貼簿 老師早上我們不是有介紹一個叫Sneed Pass的抓圖片的有沒有 我們不是可以複習嗎 可以回到過去啊 也可以當作資料簿來用 可是老師平常用最多的是什麼 是不是剪貼簿 那大部分大家從小到大都沒有比較過剪貼簿好不好用 老師有想過剪貼簿有什麼缺點嗎 您用到現在有沒有對他有什麼不滿意的你可以提出來 你沒有覺得他很健忘嗎 永遠只記得最後一個 你有沒有想過他簽一個為什麼會忘記 可是你知道嗎 我剛剛從早上用到現在 我所有東西都記得耶 給你看一下 欸 不見 在這裡 你看 我早上 在這邊 這裡我拉開 拉開 你有沒有發現早上我跟老師的照片還在 再往下走 有沒有我複製的都在 對不對 你不覺得 我們都很勤儉持家嗎 對於過去的事情 我們都想要記得 而且下次開機還會在 老師發現這樣有什麼好處 有 有很大的好處來 今天不管你是像我們開這個 或者是您就直接開一個Word檔案 這個都沒有關係 好 我把這個打開 在這裡 如果呢 我要把剛剛那一串文字叫出來 點到他 欸 這裡我想要把虛擬攝影本叫出來 兜兜 有沒有就進來了 我要不要回去再重新摳一次 不用 老師 平常在使用這些 包括打字也好 文件編輯的時候 有沒有某些字就是要 需要重複複製 那你今天複製這個 就忘了上一個 你是不是要回去再把那文件打開 那我今天需要那個圖片好吧 我們再看一下 再把我跟老師叫出來 有沒有就進去了 幹嘛一定要回去重拍一次 重拍一次也不會跟原本一模一樣啊 對不對 像這樣子 那你今天網頁上的圖片 呃 好 這裡 欸 我需要這一張 把它複製了 Ctrl加C 點到這邊 我可以馬上貼進來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呢 如果 我有經過了其他的 他就會忘記了嘛 對不對 好比如說我們這裡 複製幾位老師的名稱 欸 過來了 剛剛這張圖片 糟糕 就只好 回到這邊 找一下他 如果他有進來就沒問題 沒有的話 你是不是要回去再找 對不對 正常來講其實他都會進來 那我在這裡 我用這一招好了 用這個 F1的 好 把它框起來 這樣我可以很確定 他有進到我的剪貼布裡面 這樣我貼就比較沒問題 這樣 OK嗎 所以這個小軟體不用安裝 那麼您回去唯一要做的 其實就是 讓他在開機的時候幫您做執行而已 好那一樣的 您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他可能會躲到裡面去有沒有 所以我會把它拉出來 您可以在上面按右鍵 有一個說明選項 這個地方 您回去唯一要做的 就是在這裡 告訴他 請他開機的時候 就幫我收集剪貼布的內容 那他就會幫你記得 老師覺得要記得幾個比較適合 預設應該是50個還是100個 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夠多 你可以怎麼樣 記多一點 好記多一點 這樣的話呢 您下次從這裡面就可以找到他 而且其實他不是只有這樣的功能 各位老師 您的剪貼布也是一個很好的資料庫喔 你看一下 我把它叫出來 點到他 討厭 來我游標放這裡好了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個搜尋 因為 你現在 搜尋情 我相信大家都只用那一家吧 叫做Google對不對 但是 你問Google的叫天下市 剪貼布 您家的事情 沒有辦法管 因為那叫家務市 清關難斷家務市好嗎 所以 你們家自己複製過的 請從下面搜尋 比如說 我假如找OBS 你有沒有發現 關鍵字有沒有列出來 對不對 剪貼布也是一個很好的資料庫啊 那你透過這樣的方式的話 其實 老師您有些時候 不管是專案還是做教材的時候 整理資料就很方便 找到他多多兩下就進來了 就可以進來了 好 那另外呢 像 在 這裡 比如說我們去那個 Yahoo 或者是有時候您那個什麼 E-mail的文件啊 E-mail內容 還是那個 Word裡面內容 如果您要把這個內容複製起來 請問格式會不會帶進去 就是這個 字的大小啦 顏色啊 都會不會帶進去喔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這樣子 你看 我把它複製起來 如果您是直接這樣子貼進來 有沒有格式就帶進來了 所以呢 假設你不是用Word 可能在E-mail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搭配我們的這個 按滑鼠的右邊 有沒有只貼上除文字 我可以不用那麼麻煩 有沒有只有文字進來 這樣就OK啦 就很方便 如果您有某些 不管是圖片 文字 甚至是檔案 有特別 有需要 常常使用到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最多記得100個 超過100個 是不是就會刪掉 所以你可以告訴他 這個我最近常用到 請你不要幫我自動刪除 有沒有一個叫做 永不自動刪除 這時候會有一個信號 雖然他會被擠下去 但是不會被自動刪掉 如果你覺得太常用了 不只要不被刪掉 還希望永遠放在最上面 對 所以呢 今天我在這裡 在複製的這一段 您來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他永遠在最上面 不會被擠下來 這樣使用的時候 你就比較方便 而且很重要 下次開機還會在 我們有時候工作到一個段落 可是還沒做完 是不是下一個段落還要繼續 可是你電話要關機啦 因為回家時間到了 再不回去會被人家罵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反正都記得 下次就多多兩下 是不是就自動進來了 所以其實這個小軟體也蠻不錯的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因為這個在我們選東西 事實上來講 是真的蠻方便的 OK 對的對的 這裡有一個小技巧 問一下大家 平常大家在選網頁的資料 或者是一般文字 請問這個你都怎麼選 你都是這樣子選嗎 這樣有點累耶 你們怎麼都用最難的 我都只會三下 一、二、三 有沒有 在這邊也是一樣喔 這一段我要選起來 一、二、三 就三下就好了 不要爬到山上來 再三下就解決了 一、二、三 因為一、二是選一個詞 三下會選一個段落 那這個當然在我們握的裡面也適用 或泡沫裡面也適用 這樣OK 好 所以我想 我們大概今天的時間 差不多到這邊 這樣 老師有沒有什麼問題 老師不好意思 請問 剛剛的影片是不是 可以有HCM 對對對 請問他選的這個地方 會在哪裡是嗎 對 然後就是 會永遠都在那裡嗎 沒有沒有 我剛剛是用預覽的 我剛剛在這邊輸出的時候 是不是用預覽的 如果你選擇HTML 他就會問你 你要放在哪裡 對不對 我剛剛只是預覽 所以他會放在那個 暫存的位置 假設你是 直接告訴他 我要變成HTML 那他就會 請你指定資料夾 你只要把那個資料夾 複製出來 或者說進去那個資料夾看 你就會看到 你的網頁 跟他會用到的JS 跟那個CSS 還有我們的影片檔 都在那個資料夾裡面 對 跟你直接單純輸出 視訊是有點雷同的 只是他幫你把網頁一併做好 這樣子 但是因為這種方式 你通常要搭配他的SERVER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是這種方法 你要給同學 你變成是壓縮檔給他 那他是不是要自己下載之後 解壓縮 打開再來看 這樣是相對比較麻煩 所以如果沒有數位學習平台的資源 你就只能用壓縮檔 交給他們看 那這種方式可能就不如你 直接變成影片 他自己會快轉 哈哈 有些人會變成這樣 這樣子 所以這個跟Evercam的一個 那個處理方式是一樣的 有沒有這樣 老師還沒有問題 請說 不會 不會 那個OPS 跟那個AXP3 對 不好意思 因為你有沒有進行 自己進行過 就是如果在PVP裡面 就是可能老師 就有做錯誤 他沒有匯進來 對對對 因為一般我們 如果是從POWERON 叫進來的檔案 他通常就是只有抓你那個畫面而已 也就是說你裡面的物件 所以 有一部分也許還可以動 但是如果你有做動畫 我可以確定是 那個是不會進來的 所以 像我平常我自己 假設有POWERON 這樣的東西 的簡報的話 通常裡面我就不會做動畫 對對對 這塊就比較沒辦法 好 這樣老師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了 早上跟下午有問問問題 老師我們都有送東西 哎呀 這個3D列印的 鑰匙圈 鑰匙圈 來來來 早上 剛剛還有兩位 看老師是要那個恐龍還是要雨 來你自己挑一下 這樣還沒有問題 那麼我們今天的影片 我都已經傳到上面去了 那 如果說老師有問題的話 也歡迎你到我的那個 部落格上 那 我的部落格上面呢 會有 就是 我的email 當然你要肉搜我 也可以找得到 我們 的聯絡電話 這樣子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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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